小一点,有点破了 我调一下EQ 大概是这样的效果 插电以后大概是这样的效果 这个使音器因为是被动的 它音量很小 但是动态很不错 你反正推大了以后就动态很很好 就动态很不错 大概是这样 插电的一个效果 放在视角 大概是这样 这是一个低筒 尺寸的话 应该也有事实了吧 应该有事实吧 我们具体去了解 打起来有点轻 按照别的 按照我的一个经验来说 全单应该重一点才对 但是这个比较轻 这里面看到 写着Mac in China 卖了 大家都理解 现在中国是最大一个生产力 所以是不是中国生产也没什么大的关系 反正这个琴也就四瓦四五千 你想买个异常的是不可能 我现在习惯这样一个拳音去调弦 我现在习惯这样的拳音去评论 好吗? 我现在习惯了 我现在习惯了 我们进行我的听传统 我现在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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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真的是电箱 我以为是电箱型 这个是电箱型吗 我看到这里是有洞洞的 这里是有洞洞的 但是 神气在那里 怎么没有调节呢 我看到 我看到里面是有线的 这个群体的共鸣有点厉害 我看到里面是有有线的 有实音器的线的 但是怎么没有调节的按钮啊 这 这也没有电池啊 这就有点奇怪了 我看到里面是有线的 我们在这边的里面是有线的 我看到里面是有线的 我们在这边的里面是有线的 比较文章有线的 我就觉得是有线的 就像那里面是有线的 这伊利克斯的弦我不太喜欢 有点不舒服弹起来 再调一下标准率 刚才是这样的一个拳音 这个琴到底是不是电 我查的时候是电箱的 但是很奇怪 没看到哪里条 电箱应该有开关才对 而且也没有装电池的地方 神奇了 难道他只是给你按了一条线 我拿电筒照一下 照不到了 不好打光 里面是看到有线 这个线这个使用器是应该是在这里 在清整整 但是我看不到有那个什么 好奇怪 先把这个眼镜给戴上 把我的老花镜 真的照不得了 只看到有一条线 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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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 丢阱进来了 有点打平感觉啊 有点打平 以后再调了 这个弦有点净啊 这应该是伊蒂克斯010 琴头大家看一下 琴头 琴头就这样 然后里面音孔是这样 说实话 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不喜欢亚马哈 但是是给学生买的 他非要亚马哈 我也没办法 说实话 我感觉我不太喜欢 因为我平常也接触过很多单版的拳单的 像什么伊斯特免啊 之类的 萨伊尼啊 还有美尼达啊 还有 还有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还有拉维斯 拉维斯 我觉得他们性价比都很好 这个手感我不太喜欢 声音还没开 手感不太舒服 不太适合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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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ei zwei zero 4 显得有点 inne 権也有点 e 2 2 2 调回将音 6 1 2 3 如果不是你们nor youngest 4 27 一点 w 8 4 snatch xnow 大侧 2 2 1 8 到1 sour 9 4 4 这样一个弦音 这样一个弦音 这样一个弦音以后打平 标准音没打平 这个琴比较适合手小的人 就手指比较细的人 如果你手稍微粗一点的话 这个琴就 因为它的琴锦有点窄 琴弦之间的距离也有点窄 然后琴锦的话有点 琴锦有点硬 它是最开声的 全单它有一个开声的过程 过一个时间声音会变得更好 它的声音还有手感偏细力 适合亚洲人 这都是老生常弹 好就好 在它按大横按的话 比较轻松 因为它比较少 所以按大横按也不错 这个弦有点硬 如果换一个软一点的弦 换一个规格小一点的弦 009之内很舒服 要调一下 要调一下 好大概就这样了 做出来了 转并线 转并线 5分钟 3分钟 2分钟 I said that you'll never be here I better think you'll see There's no different way So I started never losing from my bed Oh you see the man I brought to my head Stamped up beside the phone Stamped up beside the fireplace Stamped up beside the fireplace Take that lower off your face You ain't ever gonna burn my heart So sunny day She know it's 2am Stamped up beside the street Walking on by Because So sunny day And Don't look back And I stand to say Thank you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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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其实还不错哦 这个琴有点奇怪 刚开始的时候印象不好 越弹越感觉可以 大家需要磨合 就是它不是那种第一眼 你就很喜欢那种 就不是那种第一眼的美女 但是你慢慢弹了 你就发现它有优点 还不错 不过可能不太适合指弹 你怎么能弹得来呢 你怎么弹得来呢 你怎么弹得来呢 大概就这样吧 总结一下 他不是那种第一眼你就会喜欢的音色 还有手感 但是因为我的手是比较亚洲人的 不算很大不算很小 手指比较细 不是很粗的那种南方的广州人 就这个琴就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地区那些手小的人 我感觉音色的话比较细腻 暂时来说比较细腻 拿来弹流行歌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特别适合手小的人 手大的人要胜满 而是慎重考虑 手大手指粗的人慎重考虑 听一下他的低频 高音感觉不是很明亮 你看高音不是很明亮 放音好像很难做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弦的问题 弦 中频听一下 好像这把琴的话高频不是很明显 不知道是不是弦的问题 开声了以后不知道会有没有好一点 中低频的话感觉还行 中低频的话感觉还行 總體來說是比較均衡的一把琴 換一套弦然後等它彈了一個幾個月後等它開聲了應該狀態會更好 整體來說比較均衡的一把琴 雅馬哈 一開始對它印象不太好漸漸的我也感覺不錯 故事的小幻花 從秋水拿了就飄著 冬年的當秋千 隨機一直晃到現在 多吸拉索 多吸拉索拉 吸吸吸吸拉吸拉索 隨著前舊 望著天空 我想起花瓣 試著掉落 好 視頻就到這 一開始 再接著 再接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